孩子就跟她說 媽媽就在那裡啊 不是 她說 11 412 八婆Basis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學 我是養妖 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 農曆七月 鬼門開 其實呢 我們在這個 攝影棚 其實也發生過一些些 可怕的故事啦 對 就我們兩個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拍的呢 是一個鬼故事版的變態性測驗 對 因為要硬警我們的鬼門開 對 我們把故事統統換成網路流傳的鬼故事 好 看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故事還原出來 好 我們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邊發生過 手機 給我收起來 好 那我們先直接開始進入第一題 第一題 開頭是 有一對夫妻他們平常總是吵架 結尾的時候是 過了幾天 男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幾天孩子都沒有見到媽媽 卻一點也不問自己呢 中間的過程 男的應該就是爸爸吧 男的是爸爸 孩子沒有問爸爸 是不是因為孩子看不到爸爸 所以還不知道怎麼問他 不是 不是 那看不到媽媽 欸 爸爸看不到媽媽 但孩子其實看得到媽媽 爸爸知道媽媽不見嗎 媽媽怎麼不見 被爸爸殺死了 等一下 為什麼就是變態性測 就是鬼故事齁 這個是會有一些恐怕 所以有一些靈異的部分 對對對 欸 媽媽不見了 媽媽是被殺了 被怎麼樣殺了呢 被孩子殺了 不是嗎 死法重要嗎 好像不太重要 他們常常吵架代表夫妻感情不好 那不好的話媽媽死掉 最有可能就是爸爸做的 對 可能中間他們可能爭吵 爸爸失手殺了媽媽 然後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玄火正解 因為他媽變成靈魂了 所以 他媽就算不在 他小孩是一樣看到媽媽 所以媽媽不在了 小孩也覺得無所謂 所以故事呢是 他們常吵架 然後呢 爸爸呢一路之下就把 老婆給殺了 然後就把他埋屍在後院裡面 過了幾天 然後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孩子幾天沒有這樣媽媽 可是就一直不問媽媽去哪裡呢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他就忍住 他就去問孩子 為什麼你都不會問媽媽在哪裡啊 孩子就跟他說 媽媽就在那裡啊 不是 他說 爸爸你這幾天一直背著媽媽 好可怕喔 背著比較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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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我先 雞皮疙瘩到臉上 OK 我不想我背好重 所以是重路線了 OKOK 反正要有一點人意 才是鬼故事 可以可以 我們可以的 我們進入第二題 第二題 在平安夜那一天 蕭收到了很多祝福簡訊 他就邊讀邊回 然後再把手機放在桌上 繼續忙其他的事情 突然他收到一個簡訊 這個簡訊內容是 後天晚上10點... 過了幾天之後他就死掉 請問他收到簡訊之後發生什麼事 他是怎麼死的重要嗎 重要 他是不是就是後天10點死掉 對 他以為是有妹局 然後他就去 然後就不小心喝醉 然後撞酒駕 撞死 他看到後天晚上10點 就一直覺得很懷疑 一直在想他 就是邊走邊看手機 就是車撞死 就是走路不要滑手機 好理智的一個故事啊 是這樣嗎 是 蛤 真的是真的啊 就是 事情是呢 他收到那個簡訊之後 然後他就一直收到 就過了 隔了一天之後 他就收到明天晚上10點 他就收到這兩個簡訊之後 他就覺得不耐煩 他就打電話去 然後結果那個電話裡面 他就說寧波的電話是空號 他又再收到 他收到今天晚上10點 然後他又再打電話去 然後再來是 寧波的電話是空號 然後呢 他最後就想說 那他說10點嘛 那我就早一點回家了好了 他就提早下班9點回家了 然後 他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他就收到那個簡訊 說還有一個小時 然後呢 他就想說算了 應該就沒什麼事啊 然後他就把手機關掉了 結果 他還是收到的簡訊 蛤 關機了還是收到 所以呢 是在他過馬路的時候 他就收到這個簡訊 他就低頭一看 後面的車就砰就撞上來了 對 就說走路不要看手機 這好勵志的一個故事喔 所以真的是死神給他的忠告耶 好喔 笑喔 可憐啊 保重喔 第三個故事 有一天 有一個男生晚上要坐公車回家 可是呢 因為他到站的時候 太晚了 他不確定有沒有車 那他不想要走路 因為他家庭越很偏僻 他就在那邊想要等著坐末班車 然後呢 終於有一班車來了 看著那班車覺得有點詭異 他還是搭上那班車 然後走到唯一一個空位坐下來 等他一坐下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女的 就對他說 你不應該坐這班車 啊好可怕喔 最後呢 是男生站在一個荒涼的山坡 他鬆了一口氣 對那個女的道謝 那個女的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他站在山道上 代表他下公車了 嗯 女的跟著他一起下車吧 女的跟著他一起下車 嗯 他跟著那女的下車 算是 那女的是鬼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鬼一樣啊 我也覺得 那一班車應該就是 那種陰間列車 對對對 然後就是 不小心搭錯車了 想要在中途下車 但他可能動作 他就會被旁邊的人 旁邊的靈體發現他是人 他可能就會被吃掉 等一下你這樣亂懵 等一下又中 真的嗎 有一部分是正確 女生有跟他講一句話 那孩子先說你不該上 先要說你不該坐這班車 然後 你要跟我結婚嗎 不是喔 明昏的不婚 對對明昏 他假好心跟他說 這上面的人都不是活人 你跟我一起在下一站下車 因為他想要獨佔他 我就跟你說他想要跟他結婚 他要把他騙下車 這樣他就可以單獨的去 吃這個男生 不管是怎麼吃啊 什麼吃法都可以 然後那男的他以為他是好人 對他微笑 但那個女生露出一個 奇怪的微笑 然後就把男的吃掉 好可怕喔 欸這女的心機好重喔 欸你很強欸 你怎麼還是這麼強啊 好奇怪喔 他講的那句話是 這班車不是給活人做的 你坐上去之後 車上的所有東西 都會找你去當替石軌 那個女生就把他拖下車 到一個荒子 那個山頭上面 把他拖下車 然後最後 他就說 他落序過奇怪的微笑 他說他說 現在妳人跟我搶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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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白衣服脫了 最後一題 小美最近早次夢見一個夢 夢裡一個男生就要說 你來嘛 你來找我嘛 我等你 然後小美問他 你誰 我要怎樣才能找到你 然後那個男人就說 明天中午12點 我在恰恰公園門口的站台上 你來找我 我這裡有個紙 男人就用手指的這些下巴 我這裡有個字 感覺蠻三八的 然後結果是小美最後被車撞死了 結果為什麼 中間發生什麼事 跟你講我前天在做熱夢夢到怕爆 我夢到怕爆 我夢到下行然後不敢睡覺 但我忘記有夢什麼 他跟你說你來找我嗎 我就打包他 中午12點 你剛剛說很熱 12點在吃飯跟我約公園 你講到重點了 很熱 你為什麼 退車 他要去買飲料或是冰 對 哇 他被什麼撞的 想錄 車他被車撞死 車喔什麼車 車車警車救護車 三輪車 腳踏車機車高度樓 跑車 鄰車 在屍體的 對 我知道了 那個人要拖他一起死 然後在鄰車上那個屍體 他就下巴有一顆治那個男生 啊 他那一天呢 他就12點的時候 他55分的時候 就跟一個朋友一起去那個公園 去等那個男生 結果他就等很久都等不到 然後因為太熱了 小美他就跟他朋友說 太熱了我去對面買兩個冰淇淋 你在這裡等我 然後說完之後他就過去了 結果他過馬路的時候 就被車撞死了 走路為什麼不太路 懂得找一個朋友就是 保護你 跟你一起行動了 你為什麼兩個人一起去買冰淇淋 所以葛顧社的套路就這樣而已嘛 就是走路專心嘛 我知道了啦 那以上這四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故事 對 大家有沒有被嚇到 還是被我們玩到覺得不可怕 我覺得前面三個都蠻可怕 最後這個就是 買冰淇淋被撞死 我覺得很瞎 那接下來就分享我們在這邊發生過的事情 第一個事件 真的是還好 只是很奇怪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做木瓜牛奶的時候 對 一直發出奇怪的 S 的聲音 一開始 是這樣嗎 我介意 誰 你有聽到那個S的聲音嗎 誰 唉唷 好濃 是那邊對不對 是那邊 那邊 再來有一個是 最近才發生的 前幾天的事情 那天 洋洋縣一個人待在廚房 然後我好像是去廁所 然後我要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廚房的門是推的 一推就可以推開 對 我一推想說 我要怎麼推不開 而且我那時候手上拿了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 牠就在外面噴汗 牙牙開門 對 我心裡在想說 該不會再換衣服 還在喬奶哥 他暫時的鎖一下門吧 然後他就走過來 然後一開門 想說是不是要嚇我 我還想說在那邊準備一下 免得被嚇 然後一開門就說 你沒有鎖門啊 我真的沒有鎖門 我那時候一個人在廚房 然後我不知道在忙什麼 廢料還是幹嘛 然後他突然在外面翹的時候 我嚇到耶 因為我沒有鎖門啊 那門是誰鎖的 如果晚一點來發什麼事 我不想想想 好 反正這就是 這兩個就是我們在廚房發生過的事情 對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 玩的鬼故事 海櫃堂心理測驗 希望大家喜歡 但是 就是農曆七月 大家還是不要鐵齒去一些 不該去的地方 還沒有看過我們去年出的鬼月經濟的話 趕快去看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記得按開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就一定在底下的來告訴我們 記得不要忘記放我們 Instagram和Facebook 想要支持我們的話 可以叫我們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快開燈 快開燈 開燈 開燈